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力很强 因为肩伤 我记得有一次比赛是一只手还是打了四人赛 打满全场比赛 当时整个精神是给我印象很深刻 对 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是在成都战 我们打F组的半决赛 然后他是手受伤 但另外一个手打 打败了贾曼尔之后他因为一个手打 所以他那个手到下半场的决赛的时候就脱臼了 对 所以那整场比赛就没有手来打这个比赛 当然是赋予来自新西兰的古德泰纳吉 对 那场比赛也造成他现在肩膀上严重的冲伤 在打完我们去年年中总决赛的时候这个肩膀鼓折 然后到了医院去年一整年的时间 所以这场比赛也是他今年复出后第一场比赛 那么也是一年没有比赛 我看看整个蓝面的状态 有没有受过影响 能够这个到底这功力 恢复几成 那个他对手维晨蓝中国 已经传说2016年中日对抗赛的68冠军 亚洲巅峰的68的交代 或者曾经跟华尔卫端定第一的加布里埃尔打三回合 最后点赴 这也是实力很强 实力很强 对 看来俄运传奇还是相信拉米尔的 给拉米尔出第一战的时候就叛了一个这么强的中方选手 对 那我们看现在拉米尔的整个状况好像还是有一些 包括从距离感上还是有一些不太适应 这也是 你看他的后手啊 这个肩膀上还是在缠着这个这个胶贴这个固定的胶带 对吧 所以这也是 我看他后手也没有出太多 还是有一些忌惮啊 这个伤可能还是有受一些影响 拉米尔拳速很快 而且力动很小 包括打拳踢腿 上半身基本上没有什么准备动作 围城还是在拉开距离啊 也试图出了几个吸顶 哦 高扫完之后接后摆拳 哦 这个拳你想看看拉米尔的拳击的攻击啊 对了 我想 对 而且在后撤光过程当中这个重体眼扎得很准 知道 i got nothing but dreams inside i got nothing but dreams i got nothing but dreams i'm just young enough to still believe still believe but young enough not to know what to believe in young enough not to know what to believe in if i can live through this if i can live through this i can live through this i can do anything i can live through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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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do anything i can live through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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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不 第二局开始 在第一局的后 最后几个照片 拉面展现出了非常惊人 这个拳击往返的技术 那么来到第二局 我们看路易城战略上 有一个什么样的调整 一直在是 阻截对手 拉开距离 一年步比赛 对一个运动员 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但是这个是在所在所难免的 是的 一年步比赛 现在不但是身体素质啊 还有反应速度啊 肯定都是不如从前 对 身体素质可以通过微服 主要是整个场上的反应速度 以及时间差距离感 这方面应该是队军员影响最大的 嗯 看拉面还是在往前走啊 对 而且在受伤之前 拉面是打65公斤挤的 由于这个 估计是 刚刚复出吧 这场比赛 省得了日日期 这场比赛 哇 这个往前进的这个小幅度的这个步伐 嗯 很快 啊 再次把鲁玉琛逼到绳脚 啊 鲁玉琛要避免跟拉面进行那种 中距离的这个 等名相接的这种拳法互换 对 对 对 确实拉面的拳很快啊 这个角度抓得很转 啊 拉面还在往前压 在压 这种防守做的还是不错啊 刚才拉面 哦 哦 脚趋反击 但是卢依晨反应很快啊 马上后直前反击 这个拉面好像小巧克一样 就是 静止的来 拳法 对 但我看卢依晨现在表现也不错啊 呃 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慌张的这个 对手压上来之后啊 还是比较冷静 是 整个出洞的比较松弛 啊 不要放松 先看拉面的这个拳脚教练也非常着急 一方面是着急 他在台上表现 一方面也是担心他 担心他 担心 左手 一辅激头 哦 再次 拉面换了一个架啊 嗯 左手的这个拳嘛 真的很重啊 左手的这个摆拳 左手的摆拳 嗯 第一局是换成了前手 再次 前手摆拳 因为你知道拉面的右手啊 现在我看肩膀可能还是受一些影响 对 还是不敢发力 所以说他把整个这个力量的重心都调整在前手上 对 但是前手呢 能打出这种后手的重力也是有相当大的功底 呃 其实我们一直在关注拉面的拳 拉面的整个腿法也很粗色啊 我们现在 呃 内疆战的比赛就是转身后蹬腿啊 KV的摸动 转身后蹬腿啊 再次前手都摆拳 现在维尘已经尝到了拉面的拳法的犀利 所以正在试图用正跟来调整跟对手的距离 拉开距离 对 呃 呃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展现出面对这个强大的这个 这个 击法特别突出的拳法 来露出了一些紧张啊 或者一些 一些 不够收拾的一些表现 对 他就是他一直在找机会 找机会得到自己的重击 对 哦 哦 哦 鲁一拳在抽中 所以说挨了拉鲁一拳 拉鲁一拳 zab 凉 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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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卢亦晨的身高差距至少在三厘米以上 是的 但是拉米尔这种距离的控制掌握得非常好 卢亦晨今天的表现也相当不错 卢亦晨原来是陕西队的队员 也是拿到了青少年锦标赛在里面左右重测 后手 想要追击但拉米尔这个躲闪很不错 而且我们知道拉米尔在后撤的过程当中抓舞战机的能力很强 在第一局第二局都有非常出色的这方面的表现 哦 换拳 漂亮 卢亦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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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米尔雖然身高不占优势,但是距离把握得非常好,他躲过了很多屁股 拉米尔全幅都很小,但是力量很重,完完全全是基本功力在的支撑 再次贴近之后,几何拳击优势 卢依晨不要再跟他换拳,因为换拳总是拉米尔占优势 卢依晨一直在抓这个转发赢气,但是拉米尔输得很快 卢依晨没有拉伤优势 卢依晨没有拉米尔继续 卢依晨一直在抓 卢依晨 突然把选择拔不得pped 加盾 来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裁判最终的裁决 1号 2号 3号裁判都给出了一致的裁定 28比30 本场比赛最终的获胜方式 欧蓝方胜 恭喜Rameo 接下来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额眉山市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任建宏局长为获胜方颁奖